夏洛特烦恼你不知道的是 片中的陈凯哥哥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刘坤是1988年出生 在拍戏的时候年纪26岁 比男主沈腾小了整整9岁 但却愣是演出了一股油腻中年的气质 在花剧版中 袁华的扮演者是王宁 但是拍电影时 投资方坚实让尹正来演这个角色 王宁一气之下出走开心麻花 自此开始了一路下坡的旅程 在影片筹备时期 片方曾想找娜英来做客串 在接下时 娜英问到对于票房的预期是多少 两位导演自信满满地说 十几二十亿吧 娜英看着年纪轻轻的两个人 觉得他们说话实在是没谱 于是拒绝了谣约 在电影中几乎所有弹吉他的手 都是由张一鸣 也就是开场跟夏洛撞杀的那位四姨 下场做的替身 人称开心麻花第一手屁 在马东梅楼下晒太阳的大爷 是在拍摄地附近随便找来的巡演 片抽仅300块钱 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证明 只要够用心 即使是一个龙套 也是可以演出灵魂的 你用点心做就行 啊 用点心